歡迎收看百分百娛樂家 我是雨婷 好 大家有沒有覺得 大家有沒有覺得最近就是 追劇好像追得很累 因為最近有上非常多非常精彩的台劇 包含愛情發生在三天後啊 正義的算法等等 當然還有我們的親愛的亞當 本週已經播到第10集了 感覺時間過得很快耶 娛樂家也不知不覺已經到第10集了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趕快來看這禮拜為大家的準備 親愛的亞當幕後花絮吧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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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å侃 那我穿短袖 短袖 然後現在熱 into animals 熱情像 我穿毛衣耶 我們這邊 evalu演探 還在入戲 剛剛看到戴淚光的氣 真的喔 著人 去 他氣的話也講不好 我看你 你給我講清楚喔 放心 你給我命令你先給我命令 照顧你這樣說不定 照顧他天機第一人 他不是我的媽 我知道你說話 那媽也不願意啊 那什麼願意你告訴我啊 我會懂的 這上門 好多看 好多看 馬上照顧你這麼大 你現在照顧 馬上照顧你這麼大 現在變成這樣 你照顧他天地第一人 他不是我媽 你在說什麼 你在說什麼啊 他不是你媽誰是你媽 好 看來離開 我會擺你 對 其實我是一直被弄 那種東西是都OK的 我說剛剛的力量都還好吧 我現在用一拳 我最害怕的 一拳我真的飛走了 我被你回台北了 親愛的亞當 也即將要進入倒數的階段了 真的非常的期待 大結局的走向會是什麼樣子 大家也別忘了 下周日同一個時間 要記得鎖定親愛的亞當喔 那下一段啊 我們準備的娛樂騷話題 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內容 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等等回來 娛樂騷話題 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我有跟你們聊過 就是關於非常多女神 她們都是到了30後 她們還是非常的動靈的 那其實啊 不論是在台灣或者是韓國 也有非常多保持 就是狀態保持非常的好的那些歐爸喔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來聊聊那些 明明年過30歲 但她們演高中生 卻毫無違和的 童顏男生養成素 第一位要來聊的就是 曹正世歐爸 百里透紅的肌膚啊 跟她非常精壯的那種肌肉線條 很難跟她的年齡聯想在一起 因為她今年其實已經41歲了喔 而且還有網友啊 翻出她26歲時 那時候她是一個舞台劇的演員 就是她其實除了身材以外 就是變得更壯更帥以外 其實她的臉蛋的部分 幾乎是什麼都沒有變 她本人也非常的有自信喔 就是連擁有牛奶肌等IU都稱讚 40歲的男人 她卻可以擁有十幾歲的肌膚 其實她有非常多保養的法則喔 她其實平常非常的注重防曬啊 然後還有飲食的部分 她有說過一句話 她說不要覺得男人就是要悶 要非常注意皮膚的保養 而且她每天固定一定會貼一片面膜 我覺得每天貼一片面膜這件事情 光是對女明星來說 我本人偏沒做到 所以我就蠻佩服她 就是可以這樣每天就是貼一片面膜 除了戀以外 她的身材管理她也非常的注重 所以呢其實可以常常在很多劇中啊 看到她有很多那些禁歌熱舞的片段 對呀 天啊這真的是41歲的男人嗎 我現在真的是 我26歲我都翻不動耶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機智的一生生活》這一部劇 其實她在裡面啊就是飾演學生 或者是在很多戲裡面她飾演學生 都完完全全看不出來 可見她的保養功力真的是太厲害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這一位呢 她也是出道了20年 年過40歲的不老花美男李準姬 大家應該都對李準姬非常的熟悉吧 但其實你們一般就是看她的臉 你根本沒有辦法聯想到她的年紀是 這個歲數了 那其實啊她今年的新劇啊 在Again My Life中啊 上演重生的那些戲嘛 可是其實她不扮回高中生 也一點都不會違和喔 現在再拿出她17年前的那一部成名作 就是王的男人 應該很多人都有看過 拿出來跟她現在的戲對比 其實她就是只有 除了變得更Man更有男人味以外 她的身材啊也是評估在她最好狀態的那個電風數 她曾經在一部綜藝 就是認識的哥哥那一部裡面 她有展現一個蠻厲害的技能 就是以前我們在特務周抓抓裡面有玩過 就是有一個環節是 你腳要離地 因為那個動作其實很難 就完全行走的速度差不多就是五歸這樣子 因為其實很多男藝人他們都會健身 所以聽到健身好像覺得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但她厲害的是 她還有就是專研巴西柔術喔 造就了她的二頭肌啊 腹肌跟胸肌都非常的緊實 除了巴西柔術之外 她還有另外再練習拳擊 就是提升她自己的肌耐力 所以也讓她有了這個 武打戲專門戶的這個封號 像我們打戲都是會用一些替身嘛 可是她幾乎所有的打戲 她都是親自上陣就是自己去打的 而且在《Again My Life》裡面的同劇的演員 她沒有爆料一件事情 聽到是非常的驚訝 《似乎說的打戲》已經要很久了 《似乎說的!》 《似乎說的》 《似乎說的》 《似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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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 以前吃過的東西 很想吃 但是很忍耐 你們可以嗎? 因為本人是不可能沒有碳水化合物 因為連白飯那些都是啊 怎麼可能不吃飯 所以如果你們也想要成為就是 不老花美娘的話 20歲就開始了 你要提早 提早開始準備 真的 如果我們說到童顏啊 我在這邊一定要私心點名一個人 就是永遠都可以擁有 那個滿滿少年感的金飯 因為在金飯呢 他從17歲出道的時候 我就想合理合作演出搞笑一家親 他在裡面就是飾演那種暗戀 就是女主角的高中生 可是你想他17歲 然後演高中生 我有什麼好拿出來講 但是呢 就是在三年後啊 他又在花樣男子中啊 飾演就是一個溫柔多情的義政學長 但這個義政學長他非常的不得了 就是他迷惱了非常多無數的少女 他自己曾經爆料說 他在19歲以前就已經交過六任女友了 六任耶 請問你是13歲開始談戀愛是不是 十幾年的過去 其實金飯的臉上也都 完完全全看不出來任何歲月的痕跡 他在九尾湖專這部戲 他飾演一個 亦正亦邪的一個 李朗這個角色嘛 那他表面上雖然是一個反派 其實內心是一個哥哥控 他有網友拿出來看完笑說 欸這部戲要不要把劇名改成 弟弟太愛我怎麼辦 就拿出來調侃這件事情 所以金飯因為他有非常 就是童言的娃娃臉啦 他也被網友封為 他是一個 吃可愛長大的男性 不要看他 欸他外表是那種 可愛可愛的 他一定沒身材 沒有喔 他要性感也是可以性感 不通不通 他合他的心跳聲裡面 金飯就有大秀樹 他的那個非常結實八塊腹肌 今年的新劇幽靈醫生裡面 與亞洲天腕骨人合作喔 那他其實裡面有一個 非常可看的 就是他們有一段 人鬼的CP線這樣子 如果想要被金飯可愛的魅力 暴擊的朋友們 可以鎖定即將要在 欸就是我們這一集播完 等一下就會播了喔 就是晚上十點八大戲劇台 所以大家可以接著看幽靈醫生喔 其實不光是韓國歐巴 在台灣也有非常多逆齡的童顏男星喔 接下來我要講的這一位 我已經是把他封為 神等級的存在了 就是今年已經年近50歲 並且育有三個寶貝的林志穎喔 其實大家應該對 就是之前他的代表作 荒陽的西星這部戲 非常的熟悉 其實拿他這15年前的作品 跟現在拿出來比對 其實他真的是 完全真的長得一模一樣 而且他那個迷人的笑顏 真的是讓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所以其實很多人看到他 第一句話就是忍不住 就是會想要問他說 欸 請問你到底是怎麼保養的 有秘訣嗎 我覺得最重要的 心態 我覺得保持一個快樂的一個心態 去面對每天的原始物 多喝水一個穩定的一個運動啦 然後健康的飲食等等之類的 我想或許這就是我的秘訪吧 而且我覺得我這邊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他會隨身攜帶就是溫濕度計 然後測量天氣的溫濕度 然後選擇 可能今天適合使用的保養品 所以真的是 對自己的管理非常的嚴格 我不能吃菜都炸了 然後他要炸了他就不敢吃了 會長痘痘 我一直長痘痘 他要吃得很清淡欸 一點香檸辣你對不起啦 他連柳丁他都不是 真的是 我很佩服他的意志力這樣 抽一層就好 我看到這顆泡麵頭就倒胃口 最近台劇正義的算法上線之後啊 真的讓非常多的觀眾都尖駕 想說欸 為什麼陳柏玲怎麼又變更帥了 他真的是 也是一個娃娃臉的代表 我們就先把時間拉回到20年前 他和桂倫美合作的 藍色大門的這一部戲啊 其實你拿出來跟現在 是不是根本就沒有什麼任何的改變啊 那男神呢 他其實也有分享一些 他關於他自己保養的小tips 第一個就是要多喝水 他會盡量讓自己不吃炸魚 真的非常難做到 因為我每週至少一定要吃一次鹹酥雞之類的 而且他最近啊 在實境節目 基道生命中 就是 他也展現出了他非常真實的一面 他其實不只是外表 他的內心也就是跟一個 十幾歲的大男孩一樣 對 所以真的讓很多網友說 大人哥回來了 講到大人哥我真的會有點訝異 原來我可能不會愛你這部戲 已經是十年前的作品 但大人哥 十年前跟十年後 我還甚至覺得他長得還 越來越年輕的那種感覺 最後一位要來介紹的就是我頭上的這一位 動靈男神胡雨薇啦 其實胡雨薇啊 他隨著年齡的漸長 他其實反而就是 他的顏值是不斷地在升級的 他今年已經39歲了 因為我 我看到就是他13年前 終極三國的那個片段 其實拿三國的片段 跟親愛的亞當的片段 他們其實是 也是沒有差的 而且那個巴掌臉真的是小到 我身為女生都非常非常的羨慕他 而且啊胡雨薇他其實有一個 如何要保持他童年的一個大絕招 就是他會用他手指的 就是這些指節啊這樣子去推 或者是你拿刮沙板去按摩你的臉部的隧 隧道 穴道 也是ok的 因為你一按完是真的 你真的臉真的 阿祖不要笑 就是你是真的會馬上就是拉提 就是整個崩起來 而且還會加速保養品的吸收 他有一個非常好的伴侶 也就是陳婷妮 因為model一定對這種保養 非常的有一套 就是超級了解 他們兩個還會彼此督促 然後互相幫彼此在那邊按摩耶 因為我想到那個畫面 我就覺得好可愛 因為這種夫妻之間的小情趣 就是在我的世界 就是我身邊認識的男生朋友 好像也都沒有特別的喜歡保養這樣 所以真的非常羨慕 他們之間的夫妻小情趣 所以我們就來總結一下 今天的重點 其實啊就是除了天生幼陽的基因 非常重要以外 但其實我覺得 更重要的是 你的後天的那些意志力啊 你的自制力 如果你做不到的話 你就不要再抱怨 為什麼別人40歲 還罵人 就你就不要抱怨 為什麼別人40歲 還可以長得跟18歲一樣 所以呢 大家真的 希望我從現在開始 就是跟隨著他們的步驟 我在40歲的時候 也可以成為 就是一些童顏女神 好不好 大家幫我加個油 因為我現在看到 想到他們那種不吃鯊 我就有點想收回這句話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廣告回來之後啊 還有非常多精彩的影劇新聞喔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等等回來 歡迎回到百分百娛樂家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看 《愛情發生在三天後》這一部劇 我最近也開始追囉 而且其實這部戲裡面啊 除了男女主角的感情線 非常好看以外 其實他們劇中有一個 九個太陽嘛 就是他們那一群 就是演員們 其實就是包含就是 陳婷妮 劉冠婷啊 詩明帥 還有袁愛妃他們 還有等等的演員 他們感情好像都非常的好喔 所以我們 我就非常的期待 就是幕後花絮就是 感情好的演員 一定會玩出很多 有趣的火花 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花絮吧 請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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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嗨 野् analy� воды 會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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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ình 小心 我是 嗨 嗨 不 還 嗨 大家拖到兩件 哈哈哈 大家�ת一下 我很alties 喔 林佑玉 assured這種事情 你怎麼不早一點講啊 快點喔 你有洗澡嗎 我有了 關門啦 這 rental不行 尤昇 趕快喊好 我也快點 好 你又怎麼這種事情 你怎麼不早一點講啊 快點 你有洗澡嗎 我有了 關門啦 這不可能有關係 哎唷 會長真眼啦 這樣不可以用嗎 咖了嗎 咖了嗎 OK 我不知道怎麼演 封開導演真的太過分了啦 怎麼不喊咖呢 愛情發生在三天後 拍攝現場真的是有夠歡樂 最主要是要上次 我們已經練好了 我們在等汪言來 他來了 要自己的中心時間 要自己的外 外的表現是 看不懂就問人 搞得懂就答案人 沒有人懂還可以問神 無以外為分體 表現在具體的生活上 幹嘛Everybody一起來 會的話就厲害了 對 你看 假哥們 假哥們 懂得推理 要心存懷疑 要充滿好奇 要巨細嗎 要打破 打破 問到底 是 我們今天成就解鎖了 解鎖了 跟著我一起唱 好像就想唱了 跟我一起唱職業 哎 大家說唱就唱 整得太High 就連0.9.7也被傳人 突然仿仇開 先坐掉我看 小心 被主人先去公園散步了幾娃娃 怎麼突然 突然太棒的開 去哪裡 開 開 吹到喔 來 謝謝各位來繼續傳播嗎 大家如果喜歡純愛劇的話 就一定要記得鎖定 每週六晚上八點 愛情發生在三天後喔 那接下來也要帶給大家一則 就是本週最新的影劇新聞 請看 全世界上斬鐵劍的人 就應該去守護更多的人 玄幻古裝劇作 九州飄渺路 以架空的九州世界為背景 講述一群少年歷經危難 一起成長的故事 光是劇本 就打磨三年 整整拍攝九個多月 耗資無益的高規格團隊 才能造就如此磅礡的九州世界 最終能成就英雄的 是他的那顆心 不過這樣高水準的劇本 一定要配超強卡四 才看得過癮啊 實力派小聲 對上老氣骨 週兩極的大咖出演 夢發出更強烈的火花 但我們就一起死 是你殺了阿蘇勒 誰敢當我我便殺了誰 殺了他們 給我殺了他們 給我來 當然這部劇還有一個最大看點 就是演員身上絕美的服裝了 在這亂世中 誰能夠奪上其身呢 巴拉第一台為大家重現 這部史詩級的劇作 想看美美的古裝 看主演們標戲灰灑熱血 週一到週五晚上九點 別錯過這部神劇囉 巴拉採訪組整理報導 殺完全人與救完全人 連在世子這一念之間 好的 那最近其實真的非常 就是自從我主持娛樂家以來啊 就是我就發現 其實台灣也是有 非常多好看的台劇 就是可以去期待 因為像我之前有一陣子 可能都太習慣 就是可能看韓劇啊 或者是美劇之類的 可是其實台灣的台劇 也真的做得非常好 像我最近其實就非常期待 武康仁就是他全裸 就是準備要播出的那一部 我媽別鬧了 媽別鬧了 對 因為我想說 那個全裸馬賽克的騙動 我應該是勢必要追一下這樣子 對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麼 這種好看的劇 要跟我分享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百分百娛樂家 記得從每週日晚上九點半 百分百娛樂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